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般戏曲时 到了清代以后 都说花布雅布 的一个增进 那我们是把它当作 花布雅布的推移 并行 然后融合前进 所以这个观念上是不一样的 上个礼拜我们一再收到 这个文化有雅有俗 有雅有俗 那么在戏曲里边 我们一般所说的雅就是昆山腔 那俗就是其他的戏曲的腔调 声腔腔调 我们都讲过了 就方音与方言为载体 所产生的语言旋律 就是腔调 方音与方言为载体 所产生的语言旋律 那么如果这个眼神与视力很强大 它流过出去 碰到别的这个腔调 各地方的土腔 一融合 一融合 依这个焦化 那么强的就会怎么样 把弱的吃掉 但你吃了人家呢 你还是会带有人家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 帮子腔一路很盛行 可是它到了这个陕西 它就产生陕西邦子 到山西变成山西邦子 然后河南河北山东 那些河南河北山东 陕西山西 就是说邦子腔里面的不同元素 地方性的不同元素 可是他们有共性 共性就是什么 那个强大的主油的方子腔的系统 所以我们说那种叫做腔系 或者叫做生腔 所以腔调生腔 或者生腔称腔系 是不同的概念 对不对 不同的概念 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就是唱腔 我们说唱腔是谁 以什么为基准产生的 歌唱家 歌唱家 那么歌唱者 因为他本身有什么东西啊 他有发生器官和别人不一样的音色 他对于那个语言 每一个字音都有生母 原音 有戒音 原音 韵为 声调 这五个元素 它要把它准确地呈现出来 我们说土音 要土音出来 有没有些人很笨 有些人很笨 就是土不好 有些人就很精确 很精准 所以常说 你唱道字 你这个字面唱准 就是你的口法 你的这个嘴巴的口法不精准 所以每个人因为有这个口法 掌控力的精出的差别 还有行腔 什么叫行腔呢 这个腔要使它音乐化 一定要产生这个声音的各种变化 那么这个声音的各种变化 是怎么来的啊 那个唱词里边 有没有意义 情境思想情感啊 你歌唱者受到这个唱词的意义 情境思想情感的这个触发 你用声音要把它传达出来 比如说你传达的声音会不会在你 声音的长 短 高 低 强 弱 顿挫 或者各种技法 这样产生的这个声音的语言旋律 就可以传达这个情境 歌词的情境 所以唱腔呢 就是个人 音色口法行腔能力 所独特的现象 但这个独特现象 它如果是昆山人 它还是要以昆山腔为它的一种基础来歌唱 因为它是那个地方的 所以腔调对抗腔就是有一个是属于共性 有一个属于什么 属于特性 特性共性不一样 这各位留意一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腔调有时候 常常也被运用来 作为地方戏曲剂种的名称 你比如说昆山腔 那它是腔调 可是用昆山腔来唱的戏曲 严格说来应该要说成什么 昆距 但一般人说这是昆山腔 所以腔调本身有时候会代表剂种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叫它腔调剂种 以腔调来命名的剂种 那么我们所说的别曲杂句 各位记得吧 南曲细文 传奇 南杂句这一些 它们的分野在哪里啊 体制规律 对不对啊 这是体制规律的分野 我们就叫它为体制具种 这是两种不同的基准 所以譬如说我们拿长生殿来说 那么长生殿呢 它在体制规律 是属于传奇的体制规律 可是呢 它是用昆山水魔调来唱的 所以长生殿是不是属于昆距之一啊 也就是昆虚之一啊 同样的情形 琵琶记是难取细文 体制具种所以难取细文 可是它 当它在这个元代的时候 用选手调来唱 那么它就是选手调的剧种 后来到了明代 它也用过海盐枪来唱 那这时候的琵琶记 也可以被称为海盐戏 因为它用海盐枪来唱 它也可以用异洋枪来唱啊 那么它就变成异洋戏了 后来它也用昆山枪来唱 所以当琵琶记 用昆山枪来唱的那个剧目 也同样会被归为什么 归为昆距 所以这些概念啊 一般人呢 他会混淆 那么在清代啊 我们说过呢 这个清代的皇帝啊 只有两个人呢 对戏曲啊 对戏曲啊 并不是很在意支持的 一个就是雍正皇帝 但是他也没有说讨厌尽职 他自己就是太喜欢做皇帝了 一天到晚批公文 批了好几十万字的公文 非常用功的 非常用功的一个皇帝 真是这个很努力要治理好国家 可是因为他也太 这一方面太元素 就显得啊 反而啊 立宗也相避了 另外一位呢 就道光皇帝 把那个什么呢 演戏的机构 大为删减 我记得和各位说过 他只上下这个删掉多少钱啊 你还记得吗 他9000 好像9000 一年的预算啊 好像是9000两银子 而我们持续太后 光赏赏给人家的这3万多银子 那其他花费超过了很多倍 由于这个清代的帝王啊 最盛世的时候就康熙和钱龙 他们喜欢戏曲 那个逃难逃到热河行宫去的咸丰房地 国家已经那么危急了 八国联军都打进了 他还在那边 这个英法联军啊 他还在那边呢 这个 一定要送个四盆子去热河行 所以啊 这个宫廷中的这个演出啊 相当频繁 那么各位 京师 一个国家 京师 一定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经济有时候不会 但政治文化中心是必然的 必然 所以北京当然在整个中国来说清淡 它是政治文化经济的这个中心 所以最为发达必然的 还有呢 各位想戏曲 最密切关系的 是哪三样啊 政治文化经济是哪一方面 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的 经济 对不对啊 你这个地方 钱多 商业发达 酒言歌席 歌饶舞女 汇翠 当然这个地方的事情就会兴盛 所以啊 我在以前呢 一般这个学者啊 在元代的时候 都说 我们中国的元代 它的 元杂具的中心 有哪几个地方 我记得和各位说过 我记得和各位说过 这早期 在形成的时代 那当然啊 金元的时代 宋经 我所说的 宋经的时代 是以开封为中心 开封是首都 所以那边的杂具 我们称开封杂具 元代大一同以后 好问题 会哪里啊 大都杂具 大都 就是北京 还有可以考察出来的 就在山西啊 平阳 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 遗址在那边 所以那个地方叫平阳杂具 另外 就是山东一带 有个东平府 东平就是水湖传写到的 这个地方 所以东平杂具 那大一同以后 好些重要作家都往南了 到江南来 江南来 他们主要 汇翠在哪里啊 杭州 所以杭州也成为元杂具的 获取的一个中心 我们称杭州杂具 那我一个朋友叫祭国平 他认为啊 他认为啊 杭州在元代应当也有相当的实力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但是比较 没刚才说的那六大中心啊 这个显著 所以也可以叫阳州杂具 所以按照他的兴盛的秩序来排列的话 第一是 第一是 汴京杂具 就开封了 汴京 然后大都杂具 然后 这个 平阳杂具 然后 东平杂具 然后 杭州杂具 还有 这个 扬州杂具 总共六大中心 总共六大中心 这是元代的现象 那么明代啊 那么明代啊 明代 可以 考察出来的呢 诶 佩馨啊 我说了几个 那个 北京杂具 北京为中心 还有 苏州 苏州为中心 杭州为中心 另外 我自己都忘了 我还没写 但是已经干木类出来了 你也记不得 在明代 在明代 南京 对 南京 明代 还有个南京 南京 南京 然后北京 然后这个 杭州 还有苏州 明目苏州 是最 最上 明代 就是 这四个中心 南京 北京 杭州 苏州 那 清代 清代 最早期的 当然是 北京 北京 然后 杭州 杭州 还有苏州 西方 这四个呢 中国 西方 包括去西方 清代 西方 社区 最后 然后扬州 其次是上海 上海到晚清 其他还可以比较什么呢 也不要忽略的 那就是武汉 武汉 这几个地方 这些一个共同条件 一定是经济发达 那呈现在 这个戏局雅俗推移 从明末以后来算起的话 它是以这个 以这个什么为东西呢 以北京 所以我们现在就以北京 来看看它那时候的戏曲活动 这个呢 本身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一个考察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各地方腔调 分批 这个杂起 就好像风起云涌一般 都往北京 汇翠而来 大家都要 争一席之地 争到一席之地 不止你这剧种发达 你这演员怎么样 就出名 就可以 好的生活 我怎么样整理呢 我运用的方法 就是把 这个时代 相关的戏曲 这个文献 所谓文献 主要还是 这些吃饱饭 那边是干的文人 他们看戏 他们所做的笔记 或者风芽 的歌咏 这些零零碎碎的 这种著作 那你这些著作 一定要把著作的前后秩序 比如说这些著作 哪一些是关于康熙前起的 康熙中起的 康熙后起的 然后就分析 同一时期里边 他们谈到的 剧种有哪一些 这剧种里边 哪一些剧种的表现最突出 哪个演员最被称述了不起 这样排比的 一个一层一层排比下来 最后这种 中惯性的 看的这个观照 还有很剖面的怎么样 观察 各位懂得我用的方法了没有 所以这一些都要 费一点心思的 费一点心思 所以各位看 我给各位的讲义啊 是佩馨把它浓缩了 浓缩了 他的原文呢 是大概有四五万字 那么浓缩以后 你从这 各位从这 纲 就可以看出 他眼镜的现象 像这样的眼镜现象 像这样的眼镜现象 在戏居室里边 还没有人这样整理过 前言 前言 先把他念念一下 前言 中途系统史上有所谓 花牙专门或做花牙专争 这是一件大事 因为 论时间在百年之上 论结果 何时的聚餐盟主 由崇拜原名养代的 自主系统排体系统居种 转而为 实战系板枪型系统居种 同时也使得枪调居种 由明代居 单枪调剧种 转为多枪调剧种 其剧场之主宰者 也由原名养代之 剧作家剧场 转为 演员中心剧剧场 迄今一百个十一年 那是吸取体积规律 和公主性格 以及剧场主宰者的大革命 所以导致成为 热门的论术话题 花牙之名义 无事属于之 而原始认本 凡淡色之屠墨 苛混取颜者为花 显然认为 花部之花 其以花弹之化而来 按其语 持出原果夏亭之清亡极 凡尽以破点破 其念者为花弹 因之体为 宁中献王宗玄 占之泰国之灵谷 达句十二课 其十一曰 年花粉带 其花弹讲句 在旧时称 歌里唱戏为 花娘 如唐一课 身胡子 戏 角力歌 续 作课大戏 情商起立 逾花娘出幕 陪回拜课 如 奉北妖城 花娘歌 花娘十二年歌 五十二年歌 借圣声名 居悦子 又如 原末陶宗玲 错根路 后女约娘 而世卫 问佛约老娘 女巫约师娘 都下即将难为 南席 一约师娘 称夫约花娘 而上路 扬州话号部 徐班大 念 周德夫之冲任 花灭丫头 义此其立 可见 花与歌女 称呼 确实有关 戏曲中 装扮妓女的 但杂具中 一只称作 花旦 以之为主要人物的杂具 也被称作 花旦杂具 但震撼花部 是花 所不无关 原故是 不论哪一剧种 都会跟花旦 即使是 优雅的分剧已无意外 所以 花旦花芽之花 不应从 继续角色 是其名义 比译以为 花旦花芽之花 与五花八门 花样凡多之花 祭祀 都是指其种类 多而杂之意 如此一来 就切合了 雅木 三指 昆枪 而花木 是金枪 平枪 一阳枪 方子枪 罗洛枪 二皇枪等 重枪反打之意 而 昆枪 提起 金 秦 朱枪 也正好有雅童之言 所以 花雅 也自然有雅童之意 何况 雅苏是中文文化 长久以来相对待的传统观念 如雅银俗语 雅月俗月 雅文学俗文学 如是属于 不说本而中歌唱者的一正 苏是何所聚而云然 但又说 吉堂雅日不知意也 则又 依然有雅童对句 邪俗之意 即此总结而言说 花雅 雅筹 云弦 朱枪 摙 翻演大姓是由兩懷連入七狗庫則 為此在皇帝尋行到明珠時 照例都要準備花布和雅布的戲班來嘗譯 雅布戲班之演出天山腔的一種腔調 花布則演出金腔、平腔、異陽腔、荒腐腔、牛肉腔、二皇調等 諸多腔調 而花布的一種腔中間又總稱之為亂南 亂南之靈異、異者成年在座堂上沒有序之為 就為人喜愛雅布本腔的臨場而已 花布之腔在圍盒而立,才會做亂南奔奏而已 後來是出名的亂南奔亂南奔 為亂南奔又做亂南奔亂南奔 本來就是亂南奔情的意思 與本人解說之之序、盡此而受英雄封建 語者有幫子腔心心態 論及亂彈之名義有四遍 即一、康熙時亂彈原指琴腔 二、至乾隆時亂彈成為花布珠腔的總稱 三、乾隆時將這一代幫子腔與腔腔合為分邦 六、稱幫子亂彈腔、簡稱亂彈腔 四、清庄業以後 正將行吹腔亦稱亂彈腔 則楊舟化布、花布亂彈之為 以皇室教者稱,財美最大 好 各位可以看出這一段 它是宰入裡面的結論 所以裡面常常說吳宿、什麼禮宿 這個都有上文 對不對 這顯然 這樣看還是沒有看得很懂 那麼我的文章是在 在我的書裡面都有 就是 汐其雅俗之推語 題目是這樣 好 那簡單的呢 就是說各位可以從這一段前言看出 汐其的俗的內涵 已經相當的複雜 那 要把它梳理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要經過中後面 中後面和橫後面去觀照 現在有一個 是老型窄窄啊 你怎麼變化 我就不甩你 那就是昆山 昆山腔 昆山腔 從這個明代 中葉 興起以後 一直是巨壇的主流 起碼這個主流的地位 是被文人一直承認 但事實上呢 在民間 是一揚槍的勢力 是超過昆山腔的 可是呢 一般老百姓就看了就算了 文人一看完戲以後 寫批評寫什麼 他就會流傳下來 讓人家覺得昆山腔還是最主要的這個劇種 但實際上 觀眾之多 百姓之喜好 是一揚槍俗的那邊為多 也就是說 一揚槍是往大眾發展 昆山腔往小眾發展 而小眾恰好是掌控文化的文人 有這樣的這個差別 所以昆山腔越講究越精致 一揚槍越展援越離屬 在這個萬曆年間 宮廷裏邊演出的傳統的戲 是別曲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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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外戲 就是從宮外傳進來的 就是南齊戲文裡邊的那個 那個 一揚槍和昆山腔 所以那時候的俗 是指昆山腔一揚槍 那時候的雅是指別曲雜體 各位知道雅俗啊 就是對比出來的 譬如說在這個詩經的時代 封雅宋 請問雅宋就是雅 封呢就是俗 可是詩經的封雅宋 雖然封是各地方的歌雅 那久而久之 它的地位成為經啊 是詩經啊 它自然地位就提升到古雅了 那麼像漢代 漢代就是月虎師對不對 各地方採集來的月虎就俗了 那詩經當然呢 就雅啦 好 所以同樣的對比 拿音樂來說 我們的雅樂 雅樂 在以前的雅樂一定要怎麼樣 中慶 一架一架的中慶 敲集出來這叫做雅樂 那麼雅樂 雅樂 雅樂 就拿來飲酒 歌唱跳舞的那種音樂 是民間吸收進來的 那個就叫雅樂 可是雅樂裡邊的青商 在南北朝的南朝 青商樂 一流傳到後來 它就變成什麼了 它就變雅樂了 新進來的東西就是俗樂 所以雅樂是對比出來的 這個沒有說絕對如何 因此拿昆山腔為主軸的話 在康熙年間進入到北京 而勇於和昆山腔打對台的 是陝西幫子 陝西幫子 陝西幫子可以說就是 幫子腔的這個比較源頭的地方 他呢 音樂是高亢 和昆山腔的細膩肉眼 是兩種不同的性格 文人都聽起來 哎呦 這個昆山腔這麼樣優雅優美 那陝西幫子呢 大樓大骨 聲音高亢 就簡直是亂彈衣器 好張法 所以最起先被稱為亂彈的 只有一種 叫陝西幫子 那文人的眼光 文人的命名 所以他呢 不是亞彈 那剛才我們說在這之前 昆山腔 易陽腔 同時被公廷稱為外戲演出 後來呢 北起雜劇不演了 太古老太古董了 公廷裡邊 也就演易陽腔 昆山腔 這兩腔會不會變成一個鬥爭啊 一樣鬥爭 鬥爭的結果 易陽腔 就變成高腔 保留他高 高腔的格調 但是鬥爭的結果 也有兩腔什麼 就河流了 河流成為什麼 昆義腔 就變成複合腔調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麼邦子腔 陝西邦子 在康熙早期進來 和昆山腔爭奪對立 結果怎麼樣 又拉拉索互相 什麼 合併在一起 就叫做 這個昆邦 就叫昆邦 再往後 再往後 剛才說的這個易陽腔 變成高腔了 在北京 在北京 乾隆年間 或者乾隆以前 由於王府 各王府 喜歡這個易陽腔 變化的高腔 都養有細斑 他們把語言精化了 就用北京的語言來唱這個高腔 所以就改名為精腔 表示我是北京的標準的腔調 所以各位要注意 讀這一些就融合 易陽腔 高腔 精腔 是一個東西 變化出來的 好 好 這個 這一種精腔啊 他又和 好 這時候 又另一種方子腔 從四川來 所以腔調為什麼會使大家 弄得一塌糊塗 迷糊的這個什麼都說不清楚 因為啊 它本身是語言性的融合啊 變化多端的 比現在的這個冠狀病毒還厲害 變化的樣子 那就是我考察出來的 幫子腔有幾個類型的 幫子腔 它是陝西西部 甘肅東部的龍山那個地方 一般稱龍東 的地方方言 方音產生的 所以叫龍東吊 因為它用什麼打擊啊 用幫子打擊 做打擊樂 所以民間就稱呼它為幫子腔 那幫子腔 我和各位說過啊 它原來 只有方音與方言為載題的一個地方 語言旋律 這種語言旋律呢 它要有這個文學的形式做它的載題 它用文學的形式 其中用了當地的一個裸骨雜細 裸骨雜細 裸骨雜細 它就變成了這個 而且是用這個管樂來催作的 所以這個時候幫子腔啊 它就死於取牌體 它就叫吹腔 因為它用管樂 可是另外一種呢 它用的是這個施占體 那同時呢 它用符琴來扮作 所以叫符琴腔 這兩種啊 事實上都是幫子腔 研化出來的 只是它的扮作樂器不一樣 所以兩者呢 就不不一樣 那麼在這個 陳隆早期啊 北京的京腔 是最善 因為王府在這個 這個 知詞 可是從四川呢 也進來了 胡青腔了 這是一件大事 我們休息一下 那四川呢 所以四川幫子和陝西幫子 是號稱幫子 但是它的詛咒樂器不一樣 這個 載體 一個是取牌體 一個是板腔體 所以差別很大 那論離俗性 當然施占體的 離俗性 會比這個詞曲系的呢 又更加的離俗 而恰好 這時候有一個 是男人 但是幾乎是個大妖姬 叫做魏長生 這個人啊 進入北京以後啊 真是騷動這個九層 把當時候 最盛行的精槍啊 統統打垮了 因此呢 使得政府 得不出來干涉 魏長生呢 還因此 被趕出了北京城 逃到了 另外一個戲曲中心 就是這個 揚桌 揚桌去發展 可是 魏長生的四川幫子 和精槍鬥爭的結果 還是產生了一個 複合腔調 叫精幫 精幫 這又是一個 雅食推移 產生了一個 共同的後果 爭了半天 結果都焦化 而產生新的混血 所以中國文化很有趣的 他彼此交融 彼此包容 彼此包容 終於產生新的東西 各位知道 戲曲史呢 在 乾隆年間 有一件 大事 那麼這個大事 就是 就是乾隆八十歲 八十歲 也就乾隆五十五年 八十歲的時候 揚桌一代的 這些延商 各位不要小看延商 延商是當時候 財富 會脆啊 最容易的一種 自負的行業 那這些延商 有時候一幹就是一輩子 就是一個特殊的 就好像紅樓夢裡邊 曹家是做什麼 江南製造 製造就是 等於現在 絲綢的一種製作 提供給貴族 黃氏的這些衣服 所以它也是一個重要的 經濟的來源 那延商 尤其是如此 所以延渣劇裡邊 不是有一種 劇情啊 它幾乎是 幾乎是一個模式的 讀書人 和戈尔吾尼 就樂父歌劇 產生愛情 然後總有一個怎麼樣 有錢人要來 插入 這個有錢人 往往就是所謂 插商嚴客 因為他們掌握經濟的這個情形 而在乾隆間 有一位 揚州的 大員商 叫什麼名字 我又把它忘記了 很有名的 不是會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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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常常忘了這些 不是會常生 我這講義應當有 講義應當有 他 以揮斑安徽的揮斑 組成註授團 入京註授 這就是全農年間 一再被提到的 揮斑進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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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斑 在那個時候 他主要的藝術的內涵 就是 以奧房槍 西比奧房的奧房 還有吹槍 高波子 這些 槍調 為 諸體內涵 所以他本身是個 多槍調具種 入京 入京就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那吹槍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有幫子槍的怎麼樣 因素在裡邊 幫子槍 用這個 吹管來演奏的 那高波子呢 那個波子 事實上就是幫子 所以高波子 其實應當 也就是幫子槍 的一種 這個 流播出來 稍微變化的 幫子槍調 這一些 這一些 進入到北京 而 在他這之前 在武漢 這次武漢 襄陽這一帶 已經 已經有一種 已經有一種叫 這種槍調 是西方傳過來的 是西方傳過來的 而當地人把那個 曲子 土畫叫 皮爾 所以就說 西皮 所以西皮事實上 就是幫子槍 傳到了 湖北襄陽的 被當地老百姓 這麼稱呼 那我也和各位說過 二黃槍 二黃槍 其實就是 儀黃槍 儀黃槍呢 就是 幫子槍 傳到了儀黃 他用的載體 是施戰系的載體 七個字 十個字的 這個載體 那麼這種載體 各位 他流播出去 流播到 江這一帶 江這人 對他的寫法 有四種寫法 各位記得我寫黑法嗎 有儀黃 有二黃 有二王 儀王 也就是 儀有兩種寫法 寫二 黃也可以寫成什麼 王 就是當地的口音 儀南的儀和儀二的二 聲音差不多 我們拿這個 閩南話來 儀南的儀就是儀 儀二的二是儀 第一 黃就是黃 就是黃 那王呢 王和黃 就是一個有生母沒有生母 所以聲音都很接近 那流播的最廣的 那流播的最廣的 就是阿黃 而最原始的 阿黃槍流播到北京最早的紀錄 是寫漁黃、漁南而已 康熙年間 然後在乾隆年間 湖廣調 被稱為湖廣調的西匹 也流到北京 阿黃槍呢 也在揮班一邊到北京 阿黃槍也老早在湖南 在湖北的那個 武漢這邊 老早和西匹呢 合體在演唱 第二次會合 又在哪裡啊 又在北京 又在北京 所以西匹阿黃呢 為什麼當他們碰在一起 他們覺得很親熱 好像就可以結婚 因為他們的根源都有什麼啊 都有幫子槍的元素在裡面 那恰好西匹 繼承的幫子槍是比較高抗的 激昂的 所以兩槍合在一起可以互補有無 互補有無 那麽互補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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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他的基本的這種現象來看 可以說是慢慢來的 先同台演出 用西匹就修匹 少 fuera西匹就修匹 修匹就修匹 他也同台演出 比如前邊演西匹的 後半演奧黄的 好 在Volv 同一個劇版 前面唱西匹 你后边唱奥坊 然后同一个剧本 我唱奥坊 你唱奥坊 同一个剧本 我唱奥坊 你用奥坊接续 我用奥坊 你奥坊接续 就开始交融了 最后是 我可以这一下唱奥坊 那一下唱奥 就慢慢游合起来 所以在北京 乾隆墨 这个嘉庆初 就形成了一个 比较突出的一个新剧种 就叫皮黄锡 就皮黄 西比较黄合腔 西比较黄合腔以后 出来一些大的演员 有前三节 后三节 前三节是哪三位 陈长庆 陈长庆 还有张阿葵 还有一个谁 陈长庆 还有张阿葵 还有一个谁 陈长庆 凌介大王是谁啊 最后您的凌介大王 啊 谭新培 然后谁啊 孙居仙 孙居仙 王贵芬 这后三节 谭新培 孙居仙 孙居仙 王贵芬 前三节是 虞山圣 陈长庆 陈长庆 余山圣 张阿葵 这些人呢 就把他发扬光大 其中真正 影响力最大的 是谭新培 谭新培啊 他可以说 把西培阿皇 精化了 什么叫精化呢 精化就是语言上 要用什么地方的 用北京的语言 那么北京的语言 事实上 就是官化 对不对 全中国都可以通的 官化 他的方式 觉得应当要保留 西培阿皇的 皮房的西培的 韵调 所以他就主张 生母的部分 就用 用这个 武广调 可是 可是运母 押韵的运母呢 就用 北京化的 十三道车 十三道车 比中央运 又更宽一点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 国语 普通话的 押韵现象 你看在中原音乐 那个说安的 他还有燕 安 还有翁 翁 寒山 或者是环环 翁 先天 寒山 环环 连仙 连仙的连仙 是两相 碧口音 而 艰险 港 航 也是避口音 第一原音 避口音 是中原音音 分五个运步的 在十三道车 就变成怎么样 一个运步 我们庚和清 恩和恩 在十三道车里边 就变 一个了 都在仁臣音里边 恩和恩就不分 像这些 就调适了 这个 当时我歌唱的 语言现象 所以唱出来 一般人听得懂 但是又有 超乎北京话的那种 原来这种戏的 一种语言的 韵味特色 然后他要讲究 奸团音 上口音 之类的 使得经济界 在语言发生 采取这些现象规律 这样进化完成 在同志六年 北京的皮房西 开始流过到天均 流过到上海 上海人 就说 这北京来的京西 天津人说 这是北京来的京西 于说 京西的名字 开始有了 所以京西是因为 他流过到怎么样 外扑出去 而他 西比阿尔房 已经在北京 经过名家的 改革进化 以后 所产生的新剧种 它和皮房系 不完全一样 那像皮房系 就是在 哪里呢 在 湖北的 武汉 这块区域 西比阿尔房 结合起来 成为皮房系 再往南流过 比如说 流到 福建 西部 他就 流不顾了 这我去调查过 叫 闽西汉聚 闽西汉聚 就是 西比阿尔房 但没有 精化的 西比阿尔房 可是有地方化的 怎么样 闽西 到广东 有广东汉聚 就西比阿尔房 我们台湾的 北馆 北馆里面 有西比阿尔房 也是没有精化的 西比阿尔房 所以现在 皮房系和 经济的分别 清楚了没有 也就是经济 必须要皮房系 精化 谈心培呢 所这个 以明家 改良 然后大家遵守 他的改良以后的 精化的 比方式 才叫 精聚 精聚一出来以后 当然呢 就在 灰斑里边 形成一个 独特的势力 所向无敌 他就独霸 祭坛 一直到 清代庙 所以 经济真正 发达的时候 最盛的时候 是晚清民初 晚清民初 因为同志六年 他才成立 同志这十九年 他二十三年 到清代灭亡 总共呢 四五十年 民初 就抗战以前 那么经济 看看出来 请问 是什么 决策在 当家 做主 是老生 老生当家 做主 老生 最喜欢唱什么戏 高亢 昌凉的 高亢 昌凉的 就是什么的 特色 西匹 帮子 这个特色 帮子腔里边 就是 袍带戏 各位知道什么叫 袍带戏 穿官服 那个袍 就是宫廷 将相 这一类的事 所以演出的就是 可以说就是 英雄豪杰的 这个戏 那么哪一个人使得 这些 这个戏出啊 转型的呢 梅兰方的老师是谁啊 什么青啊 对了 黄瑶青 黄瑶青呢 他开始发挥了 半角的功力 施扎名诞 都是他的学生 可施扎名诞 后来都比他名气大 周老师如果这样做的话 很过瘾啦 青出于难 一定很欣慰 所以他 栽培了 后来呢 因为 祭坛里边 有 梅兰方 陈彦秋 徐慧生 上晓云 各领风骚 这个 淡角的四大 名派 你们要知道 将来我们讲这个流派艺术的时候 再细说 凡是一个名角 都围绕在他周围的什么 文人 文人就替他编剧 还有音乐家 所以他们都有 专用的 扶勤的 为海民不是也有吗 后来成为他丈夫 后来又离婚 这个在以前也一样 甚至于连 替他穿衣服的梳妆打扮 都有专人 我曾经还要请一位 四川 川剧团的 一个名角 到台湾来 唱一唱 我说我可以全程接待你 他说 我一定要带我的 群师来 我想你如果答应你 那别人也都这样的话 经费实在还是没办法 还有那个 广东的那个乐剧 乐剧名领不是有 谁啊 那个 红宪宁啊 我去看他 他也欣然要来 结果也是要带 带秦师来 结果两个人都没来 后来我想一想 人家的要求其实 不是够分的 我也知道 可是无奈 因为他们的年辈 和我请来的有些地位 都高过他们 你还有跟班来 就不合时 但是 这个经济啊 他开始 由老生 转移到 弹角 然后派北 再慢慢延伸出 有生 花脸 乃至于丑 老蛋好像少了 其他各门角色 都有他们的祖师 我们把他做另一个专题 来谈流派艺术 下个礼拜 流派艺术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形成的 流派艺术是怎么形成的 各位先翻一下 那么在这一个文章里 我们也探讨到 为什么 经济 可以有流派艺术 为什么 绍兴系 也可以有流派艺术 当子系也可以有流派艺术 可是从没有听说过 昆剧有流派艺术 昆剧即使有流派艺术 和我们 现在所要讨论的 流派艺术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为什么 会如此 这个问题是 从来没有人探出过 为什么经济可以有 为什么昆剧就没有 其实他有 很根本的道理在里边 那就是 唱腔的问题 那也因为有流派艺术 就形成了 我们中国的 戏曲艺术的一个特色 我们是以演员为中心的 怎么样 戏曲艺术 演员中心 也因此 也因此你看近代 大陆所盛行的 道员中心 其实是不对的 维护 维护盛大 你说我的昆剧 去找一个舞台剧的的道员 你说会不会吐血啊 我在上海看过 上海昆剧团 演牡丹亭 那舞台里边 杜丽良在里边唱 我在坐在贵宾洗的 正中间的第一排 我找不到杜丽良 他整个舞台就是 就是写实的舞台 重重跌跌 那个主角演完 我问他说 他明左翼笑望 我说怎么 你刚才最担心的是怎么样 跌倒 他高高低低 从里边要钻出来 你怎么唱啊 怎么舞蹈啊 我最喜欢骂人 不过这个毛病 使我得罪太多人 我说蔡正人 你就干什么了 你演出这个杜丽良 躲在里边 那他就是 那个 现代戏的这个 道员 而且他们很在乎舞台 舞台的这个设置 花很多钱 他们也很高兴 那是这样 真着火入魔到极点 到极点 所以 戏曲的发展 走错了路 他当然会因此 摔杀了 就是梦可奈何 我们今天就告一个段落 到此 尤其 这个经据 就在亚述推移里边 挥斑进京以后 那时候乱谈的意义 已经 扩大到 昆山枪以外的地方 戏曲枪料 统称为乱谈 不是只有帮子枪 所以昆山枪 和乱谈枪 打对台是 一笔 所有的 所有地方枪调的 就像慈离太后 向世界宣战一样 他以一个 义和团可以向世界宣战 而在这里边 涂出来的 是西皮奥坊 他们河流 然后涂出 形成皮奥细 皮奥细在背 弹心皮怎么样 改良 精化 用北京的十三道车 押运 保留胡广阴的 情味 形成一个 艺术的 这个亚俗共赏 才叫 经济 经济一出来 很快速的 流播各地 影响非常 广大 谢谢各位 有没有问题 好